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苏友鹏当年为啥淘汰杨子 看清五年前的陈都玲,这下好像明白了啥 杨子最早凭借家有儿女而走红 剧中冰雪聪明又古灵精怪的形象 让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位年轻的小演员 但是在家有儿女之后的杨子 演艺生涯并不算特别顺利 甚至被一些导演所拒绝 不过如今杨子已经是大红大紫的一线女星了 也算是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在中餐厅中杨子与苏友鹏的谈话中 说到自己曾经面试过苏友鹏的电影 但是被苏友鹏淘汰了 但是当时苏友鹏是非常茫然的状态 他表示自己不知道杨子有来面试过自己电影的角色 大家也挺好奇的 如果他知道杨子来面试自己的电影 两人关系如此好 怎么可能会不让杨子出演呢 事实上杨子当时确实是被拒绝了 他在面试后等结果时 却等来了节目组开机的消息 而杨子对于这件事情是非常大度的 他并不怨恨苏友鹏没有选择自己 反而说没有选择自己是对的 或许他认为当时的自己演技仍然不够娴熟 形象上也不太符合角色吧 但是网友们看到杨子当年的照片后 都表示这是有道理的 和当时角色的扮演者陈都灵相比 陈都灵明显是更符合角色的 而杨子当时还有所欠缺 但是两人如今早已不是一个档次的明星了 杨子后来通过自己努力赢得了许多好的资源 拍摄的电视剧也早已火遍了半边天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女星